全世界瞩目的也就是中国骄傲 因为大陆的月球探测器 长额6号在台湾时间25号下午2点7分 安全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的预定区域 而且圆满达成了 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取壤的任务 尤其是特别的 这一次比亚迪仰望也成为长额6号 月球探测器着陆的保障车 我们先来听听看相关的新闻画面 今年的6月2号长额6号探测器 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的预选着陆区 在月球的背面 长额6号利用钻具来钻取机械臂的 和表取这两种方式 分别采集了月球的样品 并且成功的进行了封装 这也是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 好 将军怎么看 长额成功回家了 然后这次习近平主席也特别祝贺 因为真的觉得说 真的做了一个非常厉害了不起的事情 还能发了一个贺信 您怎么看 第一个我想说 他这个从探测从5月3号 在海南岛南昌基地发射到现在去 到现在已经五十几天 然后我叫她嫦娥妹妹 嫦娥妹妹 六妹 六妹 然后再来七妹八妹 对不对 这是六妹 那人类在探测器了 真的是带了月球的土产回来了 真的是嫦娥六妹把这个嫦娥月球的土产带回来 当然之前我们讨论了很多 我想说观众大概从 如果有兴趣的话 从它发射 怎么样用雀桥二号 然后着陆软着陆 这些科技的过程 我们这边不再多讲 我们讲的是重点放在 现在回来以后 在这些土壤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它是降落在艾肯特盆地 那艾肯特盆地是一个什么样的盆地 为什么在这边降落这么重要 因为艾肯特盆地 其实在月球背面被运石所撞击的一个凹洞 一个运石坑 那这运石坑你知道有多大 它直径到2500公里那么大 2500公里 我们台湾也不过是 从头到尾也不过是300公里 它到2500公里 等于好几个地球 好几个台湾那么长 它深是多少 深到13公里 那这代表什么意义 你看撞了一个洞 然后这么深 13公里那么深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能够降落在这个地方 取到这个土壤样本来讲的话 那对于地心 月球的月薪 就是我们讲越慢 月壳下面来讲的话 可以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取样 跟以前只是说月球表面 取得土壤样本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 就像是说我们如果说 能够钻到地球底下 13公里去取得土壤的样本来讲的话 更可以知道说我们地球形成的一个历史 或者它的发展或未来的科学性 然后甚至于当初撞这个月球 是什么样一颗卫星去撞到的 那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去了解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在这边 尤其它这次专取的除了说表层的土壤 所谓表取嘛也有专取 所以说这两种的土壤样本 确实是不一样 那总共带回来估计是2000公克 那详细数据的话 现在还不确定 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土壤的 月球土壤的质量来讲的话 你知道质量密度越高来讲的话 你所能这个数量就比较少 如果质量密度比较大 你当然取得数量比较大 但是我这边特别要讲关心的就是说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说 原来我们当然要研究 那我要特别举一个例子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带了2000公克 它的意义在哪里 你知道美国当初 有给中国一些这个月球土壤的表面 你知道给了多少吗 0.5公克 美国总共上那么多是太月球上去 然后踩了几百公斤的月球的表面的土壤回来 但是只给大陆0.5公克 它大陆0.5公克很珍贵 它把它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0.25公克来分别做研究 然后总共发表了14篇的论文 那大家现在很多网友 大家就在讨论说 那这是我们 这个从月球表面 这个人类第一次从月球表面 尤其是从这个 埃肯特盆地这么特殊的地形 取得样子回来 我们的研究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用什么样的论文来发表 来做什么样研究 怎么样的论文发表 那大家争论很多了 那很多人认为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文来发表 出现我们民族的自主性 那有些人认为说 这个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论文都用英文发表 因为是国际性的期刊 科学论文 那我特别要举几个例子 到底认为说 是要用中文来发表 还是用英文来发表 用母语发表 全世界重要用母语发表 论文有哪些科学家呢 第一个是牛顿 牛顿他用拉丁文来发表 他的论文 然后第二个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用德文来发表 居里夫人他用法文来发表 那大家认为说 我们这次如果说 月球采样回来 我们研究完之后 我们用中文来英文 当然我认同是用中文来发表 但是我特别要强调 两件事情 第一个这是科学 科学是全世界 人类共同的资产 我们不需要 我们当一个大国 中国是一个大国 要有大国的风范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 这是全人类共同的 我们不要把它尝试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其实全世界到现在用英文发表的 科技论文又占98% 大概有占98%那么多 那当然我们这个科学成果 要让全人类来共享 那但是来讲的话 我们又要出选自己中文的 这种这个母语性的重要 所以我建议来讲 这是如果说采样回来的 标本研究来讲 可以采用折中的方法 也就是说用英文来发表 但是在中国的期刊上面 然后让中国这个科学期刊 更具有这个价值 更具有这个世界的一个提高 它的位阶 研究性来讲会更高 所以我建议来讲 用英文发表 然后但是可以用这个 发表在中国的期刊上面 对 但这一次 它的这是第二个英文发表 第二个来讲 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它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在哪 因为这个土壤来讲的话 是美国都想要 NASA来讲 特别想要这个 它甚至于公开 NASA公开讲 你们要分一点 给我美国来研究 我建议我们这个 要泱泱大国 还是泱泱大国风范 既然他要的话 我们就送他一点 让他们去研究 那美国为什么 那么重视这个呢 在1973年 我讲一个数据给大家听 1973年也就是 将近50年前的时候 那美国阿波罗记号 总共花了多少钱 250亿美金 那个时候就250亿美金 那这次来讲的话 我相信 这个大陆来讲的话 它去 这是探约成功 应该也是 花费的金额 尤其是非常的庞大 那为什么要花 那么庞大的金额 去做这次的探线取样 科学的研究 我觉得有人类 未来的一个 很重要意义 不然我为什么 要花这么多钱 除了说 我们来讲 希望对外来的太空 对未来的科技 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之外 也希望未来将来 经过长河6号 回来以后 那未来来讲 是不是经过这次探勘 如果说发现有水分 发现有什么 人类可以居住的环境 然后将来第二步来讲的话 就是人类登陆月球 然后再来建立月球基地 那从月球背面去看这个世界 来讲的话 看这个宇宙 然后会更清楚 对人类科学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 对 所以呢对人类好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 这个科研结果可以帮助全人类 改变何多事情 那美国一开始 在太空这个领域上 沃尔夫条款围堵中国大陆 那你看 那现在真的是怂了 因为你看 尼尔森 他特别说 中国大陆在月球背面发射这个着陆器 然后呢 大家说 他一开始的说法说 我们没有要去 因为那是始终黑暗的地方 你真的很愚蠢 然后还说 但是我们没有禁止 中国大陆给我们土壤 因为呢 尽管有这个沃尔夫条款 但是没有呢 禁止中国大陆分享我们月壤啦 然后最近的说法 他说呢 我们正在跟中国大陆进行太空竞赛 中国大陆非常的出色 但作为一个美国人 我们感受到压力也加大 为什么他压力大呢 因为呢 上一批的土壤 我们将军说 这嫦娥6号6妹嘛 之前的吴姐呢 他其实也已经拿回来土壤了 1700多克 然后呢 重点是呢 他其实也给了哪些国家 给了法国 给了俄国 当然没有给美国 然后但是呢 法国航太局去分析这个月壤 发现呢 中美正瘦的月壤 成分不太一样 相似度不到25% 中大陆月壤很丰富 有水啊 玻璃颗粒等等 美国月壤很贫乏 把呢 这张图放大你会发现说 哎呀怎么差那么多 同样都是月壤 我们把下一张看一下 你看这个中国大陆成分 你看好多好多的元素都有 美国的部分就被说很贫乏 江金 我觉得这有两种可能 我们也不要说是 这个 认为美国就没有 登陆的月球是造假 我没有讲美国造假 这个但是我特别要讲 比如说讲说登陆的月球 因为月球毕竟很大 就像我们地球一样 如果说你在这个降落在沙漠地球 你采取了土壤样本 跟降落在农田里面 所采取的样本 那当然成分会有很大的差别 这是第一个 这我觉得说因为可能是降落的地点不同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探测的这种仪器的精密度 对不对 可能就会有差别 比如说我们知道每一样 每一样这个金属元素来讲 你要分析来讲的话 你一定要有相关的仪器 你才能够做更缜密的一个分析 那美国我们刚刚那张图很明显看出来 就是美国来讲 它分析的数量来讲的话 这个金属矿物质的元素比较少 那中国分析的比较多 那我们合理可以推论 说是在中国这个土壤分析的仪器来讲的话 精密度或者是这个科技的这个含量 或者是各方面来讲 都应该是比美国来讲 要来得更精准 我再补充一下 那个是法国的航太局分析两个的土壤 所以是同样的单位做的 航太局做的 那所以代表是说 应该就是说美国那个地方 测出来的你的含量 就没有中国大陆 这次测出来的含量这么高 那代表说美国当然很急着 希望跟中国大陆分享 你赶快跟我分享 但刚才张军也说 美国给中国大陆才0.5克而已 中国大陆给你多少呢 这个时候轮到中国人 可以有这个话语 我觉得尼尔森 现在讲了一句话 他说中国要占你越久 他之前这么说 他很紧张 他真的对他们来讲 真的很紧张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虽然说在1979年的时候 有成立一个联合国 有成立一个月球协定 就是我们人类到月球上面 对不对 不能发展武器 然后要为人类和平 月球是全人类所共有的 那时候有这个一个协定 但是美国那种小人心态 他自己本身一直想要占领月球 所以但是来讲 他现在发现 他在竞争方面比不过中国 他就会抱着那种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现在他会 尼尔森讲了这句话说 这个中国要占领月球 我想中国当然不至于 会去占领月球 因为月球 毕竟这么大一片面积 对不对 但是中国现在能够成功登陆 肯特盆利造势 艾肯特盆利造势 确实踏出很重要的第一步 很重要第一步 那美国自己是想要占领 却是没这个能力 才开始抹黑中国大陆 您觉得是如此吗 也聊天室一起互动 那将军怎么看 因为中国大陆有些后发优势 这些科研结果是不得了的 而且可以造福全人类 还有呢 这也是美国逼出来的 美国不让中国大陆加入 国际太空站 就自己 我们自己可以呢 做出这个空间站来了吗 现在也可以去登月啦 那不就是美国你帮助的吗 还有呢 你美国之前 动不动就卡中国大陆GPS 让中国大陆发展北斗 现在也都是很厉害 那尤其呢 说到北斗或者是6G这块 中国大陆6G已经是要领先 5G更是如此 华为验证了6G 新地网路方案 成功了 中国大陆进入呢 卫星通讯的平民化时代 这很重要耶 不是只是军用的 平民也可以 其实6G专利呢 最近也有一个数字 比如说中国大陆是40.3 美国35.2 所以美国很紧张啊 不断拉着日本呢 韩国啦 要打群架 还有呢 说到中国大陆没被你打倒 就是北斗卫星了 北斗卫星采用高轨的卫星 多个平点的导航讯号 结合了导航跟通讯两大功能 所以呢 它跟GPS相比呢 其实还有后发优势 北斗2022年建成的 GPS1994年建成 所以有20年的代差 将军怎么看 6G还有北斗 我特别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6G跟4G 这个1G1G的时代 我想说我用比较浅显的话 大家就比较能够了解 因为毕竟一些科学用词来讲的话 对一般观众有时候比较深色一点 我先讲1G好了 1G是什么呢 1G就是通话嘛 就是我们打电话来讲 就是刚才等于说 就是第一代的这种行动电话 那我只能传什么 只能传声音 对不对 那我只能传声音 那到2G时代的话是可以传什么呢 我想说跟我年纪差不多 大概就有印象 那时候除了这个 我们可以传声音之外 还可以传文字 大概只能传到文字 那3G传了什么 3G可以传相片 对不对 那时候可以传相片 那现在来进步到4G时代 4G时代的话传了什么 传的是影片 短影音的影片 但是还不能传电影 因为它毕竟来讲的话 电影的这种量太大 好 那我们就讲到 介绍到4G之后 我们接着下来看 这个4G 5G 然后现在来讲 中国已经成功发展B5G 也就是说五代半 华为已经做出来五代半了 那后续来讲 朝6G迈进 那时间大概可以看一下 4G的时代是大概 从2010年开始 到现在为止 4G都还在用 我们现在来讲 一般平民来讲 能够用的话 大概用4G也就足够了 其实用不到5G 那5G来讲的话 它大概是2020年开始 大概4年前开始有5G的科技 然后到现在 然后2030以后是五代半 其实2030年有一点宽估了 现在华为其实它 早就已经有了 它已经号称是五代半了 然后6G是未来的4G 然后重点是在速度延迟跟频谱 速度来讲的话 4G是0.1G 什么叫0.1G呢 就是每一秒钟 它可以传0.1到1G 我们都晓得这个电脑里面 最简单就是从byte开始 一个byte 然后再几Mega 对不对 几Gega 然后到几Tega 就是存量 我们拿着那个行动宝 这个就是储存的设施来讲 我用这种形容 大家就知道 刚开始以前 我记得我们用的是64G 只能存64G 然后132G 到后来传1G 对不对 到现在传几T 大概那个时候传的数量 就是从每一秒钟可以传0.1到1 然后5G的话 就可以传1到10 这个延迟速度来讲 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就是 延迟就是我们每次跑的话 那个会画圈圈的那个时间 会很慢 4G的话是0.001秒 然后5G来讲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0.001秒到0.0001秒 然后当然5G半就更快 这个来讲的话 已经到微秒的这种速度 很快就可以传过去 然后频谱来讲 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从2.5G到现在来讲的话 未来可以到这个7G 我用一个简单的形容词 4G跟6G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想说用一个简单的形容来讲 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要送一批货 从高雄送到台北 那我来讲还用道路 假如说我用的是1G 2G时代的话 大概是走省道 就一般的地面的道路 那我能够走的可能就是一部小货车 能够带着货有量 货量有限 然后我走的行车速度也比较慢 对不对 只能带那么多货 那6G时代就像什么 就是开了一条高速公路 实现到的高速公路 那每一条高速公路上面 我都可以跑那个集装箱的货柜车 然后每一辆货柜车上面 时速还可以开到300 400 那你想想看同样一批货 假如用以前来讲的话 这批货如果说是用小货车 再到台北这样来回的话 可能一年才能够跑完 那我现在如果说实现到 10辆集装车一起跑 然后时速可以开到200 300公里 这种速度来讲的话 把这批货一次从高雄送到台北的话 可能说是一天之内我就可以送的 所以以前一年的工作量才可以做到 现在可以缩软到一天 这就是这个1G到6G的概念 也就是6G来讲的话 它可以送的东西更多 这一次可以送的东西更多 而且它的车速可以更快 所以可以完成更多 所以我们看到未来的运用来讲的话 当6G运用的话 当然说万物接连 简单一讲就是万物接连的时代 包括智慧程式 包括全席投影 机器人 无人机器 然后低轨卫星等等都可以做到 那讲到这个东西 到底什么样 中国现在发展的程度怎么样 第一个当然是说 这个6G的一个华为来讲 是中国大陆发展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企业公司 现在来讲的话 当这些不然5G 4G 或未来要发展6G 最重要的第一个是专利 你怎么去研究 那华为来讲 它最成功一件事情 这个它就是把培养人才 它认为说人才比什么都重要 它公司可以不赚钱 但人才绝对不可以流失 所以它把人才都培养好 你看华为这公司很特别有一点 它没有上市 它没有什么股东 它唯一一个股东是谁呢 就是它的员工 对 所有的员工都是这个股东 所以每一个员工都很用心 在开发做研发 然后这个认证飞 对这些员工也非常的好 也非常照顾他们 所以华为赚那么多钱 都是谁在赚 都是他们自己员工 每一个都是华为的老板 那在这种状态下 每一个都很认真在开发研发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第一个是专利占比 中国来讲的话 占到百分之四十 那美国占到百分之三十五 还没有华为来得多 那第二个来讲 我觉得中国来讲 还有一点是赢过美国的 就是说你要用六G 你一定要用低轨卫星 对不对 你一定要低轨卫星 这不像说以前我用基地台 或干什么 因为你的量会很大 你速度要很快 所以要一定要遍布 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上面 遍布低轨卫星 那这一步来讲的话 中国到目前为止 低轨卫星的发展速度 又比中国要快 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 像这两天 台湾每天在那边讲说 这个又发射某一颗火箭了 对不对 要绕过我们台湾上空过去了 那今天早上有一支火箭 是从南海上空 它每天发射火箭 一颗火箭上去 它可能带了十颗的低轨卫星上去 所以它不断的 这个部署太空卫星 低轨的太空卫星 当它部署成功之后 当然它的基础建设就已经完成 所以我觉得是在很快的将来 虽然说号称是说2030年之后了 但是我觉得以华为 现在的速度来讲的话 可能在那个时候 不管是低轨卫星 这个硬体的工程 或者软体 或者是说科技方面 它现在科技的含量 包括专利的申请量 都已经达到一种程度 所以我觉得是 在这点方面来讲 不管从硬体或软体 或者是人才的培育方面 将来6G的发展 美国可能是赶不上中国的 所以中国大陆要继续摇里线 不只是5G 6G也是如此 另外中国大陆 6G北斗 现在已经弯道超车 还有来看到是 中国大陆 也跟俄罗斯打通了 量子加密的通讯记录 距离来到3800公里 也就是莫斯科附近 然后打到哪里 新疆乌鲁木齐附近的 南山地面站 距离3800公里 然后说到量子通讯 中国大陆 现在也是遥遥领先 另外再来看到AI的这一块 全球排名20%的AI研究人员 中国大陆占比47 南海只有2% 排名前2%的AI研究人员 中国大陆 其实跟美国差的很少 中国大陆26 美国是28 然后美国就开始要打压了 对中国大陆禁令出炉了 对于投资半导体 AI跟量子技术 通通都要打压 美国副国务卿Kirk Campbell 还讲得很白了 美国需要中国留学生 学习人文科学 不是科学 我可以讲一下 这个什么叫量子通讯 它为什么可以保密 因为量子通讯有一种特点 以前我们用一般的通讯来讲的话 虽然说我们可以 输入一些密码来解密 但是你毕竟一个 假如我从现在从这边 用我的手机 对我不敢传我的语音信号 或者是说传个影片 假如我要传到 北京去的话 中间其实会经过好多个节点 比如我这边出去 移到第一个基地台 然后基地台 再转到海底电缆 海底电缆 再送到对岸的 海底电缆出口 然后再经过基地台 再经过 然后最后 经过基地台 对手机 中间有很多的节点 中间很多节点 当然我可以跟对方讲说 我的密码是什么 可是经过那么多个节点 中间很容易被copy 复制 然后就泄密 那量子通讯的特点是什么 最大的特色 它就是不可复制 它这个 我这个信号出去 就不可复制 那怎么样做到不可复制 就是说 比如说我是A端 对不对 海底电缆那边是B端 那我这信号 传到B端来讲的话 如果在B端那边 它就有人在窃听 它发现有人在窃听 或者copy我的信号来讲的话 那我立刻会改变我的一个边 重新改变边 A端我这边就会改变边 所以说B端那边 它得到的只是一个乱 所以当这个信号 A经过B 经过C 经过D到D的手上 到中端用户的手上来讲的话 中间只要有一个节点 然后被copy被复制 发现有骇客入侵来讲的话 它就会改变它的边 所以量子通讯 是一个保密的通讯设施 那我这边要特别强调 我们一般来讲 民间大概用不到这种量子 这种通讯 因为毕竟来讲 你要使用这种来讲 你必须要付费 那我们来讲 如果说一般来讲 你传个 比如说我传给 这个传个影片给你看 或者我今天去旅游 或者拍个很得意的自拍相片 那不需要保密 对不对 反正很希望大家都看到 但是关键就是说 国防机密 或者是商业重要的科技机密 来讲的话 那你就很重要了 比如说今天华为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密资料 对它的科技机密资料 那它以往来讲的话 如果说很重要的机密资料 商业机密 它要送到另外一个场地去的话 它就必须要派 亲自派人坐飞机送过去 不然中途有可能被决定 被泄密 当然有这个量子通讯来讲 它可以在很快的时间 将这很重要的科技机密资料 传到B端 然后就省掉这中间运输 或者是人员奔波的这些图层 可以时间可以省下来很多 所以量子通讯在未来来讲 对国防 对商业的科技 等等来讲 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可以避免泄密 对所以呢 美国就开始打压了 所以凸显出中国大陆呢 真的领先美国之后 美国真的也紧张了 中国大陆呢 很多领域变成是弯道超车 所以让美国也很紧张 那但是呢 你要用中国大陆最强的东西 来对抗中国大陆 有办法吗 我们都知道 中国大陆这个无人机发展很好 民用的很强 大疆嘛 军用的也很强 结果现在美国说 我要来用个无人机 对抗中国大陆吗 这个是美国的陆军副参谋长 詹姆斯说 要做这个复制者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陆军每年要采购超过 1000架的弹簧刀600的无人机 美国之前的副部长也提到 2023年有这个复制者的计划 要透过大量部署呢 无人装备对抗中国大陆 包括了无人机啦 无人艇等等的 然后说到这个弹簧刀600呢 单兵攜带 可以呢 空中盘旋40分钟 作战半径40公里 这我就在问了 这怎么对抗中国大陆 有很强吗 然后呢 说到了这个 要对抗中国大陆无人机 美国这边不是也有这个 什么地域景象吗 要对于 如果用武统的话 要让台海变成地域景象 就是前印太司令说 现在印太司令也说 让台海变成无人地狱 就是要呢 用这个无人机 就最近美国的确 就卖给台湾 堂皇刀300型 还有另外一款的攻击无人机 我特别要讲这个无人机 其实最早用无人机作战 是亚赛半然跟亚美尼亚战争 里面所使用的 那时候很单纯 就像大疆那种无人机 四轴的无人机 它上去以后 它在上面看到你 地下是炮兵基地 炮兵阵地 它就丢一颗这种无人的 丢一颗手术弹下去 那当然就把这个炮阵地毁掉 其实发挥很大的一个作战功能 所以当这个世界上面先进的国家 发现说无人机有这种功能以后 然后会改变未来的战争形态 不管是美国俄罗斯 伊朗 中国来讲 都在积极做这种开发跟研究 那首先御用到的是 俄乌战场上面 正式战争我们所看到 是两年前的那时候 俄乌战争刚爆发的时候 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就是这款台湾刀无人机 那说俄罗斯也有相当的无人机 叫做柳叶刀 那弹簧刀对柳叶刀也是蛮有意思的 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 双方来讲也发现了就是 克制的这种方式 俄罗斯来讲 它第一个 它在战车上面装的那个网架 这个很简单很粗暴 可是确实很好用 因为你这种 你这个不是穿甲弹 我们知道所谓穿甲弹 就是我爆炸集中你钢板以后 我会喷出一股热的那种射流 把你这个钢板烧穿 直接烧到你里面去 这种无人机 你丢的只是一般的炸弹 它到炸弹的威力大小 大概等同一颗这个60炮左右 600 如果说是300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一颗40榴弹枪 的一个爆炸威力 那这种爆炸威力 隔个炸板将你引炸以后 你对钢板来讲的话 根本形成不了 形成不了任何的一个作用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俄罗斯在这段战争两年以来 它也发展出来 怎么样去克制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你看它现在战车 俄罗斯的战车 每辆战车上面装了很多奇奇怪 除了钢架之外 它还装了一个无人机的干扰器 对不对 可以干扰你这个无人机 所以说这种武器 在欧洲战场上面 已经淘汰不用了 那这个厂商 这家生产无人机的公司 叫空净公司 它生产了那么多 那现在叫产能过剩 那产能过剩 最好一个盘纳就是我们台湾 就是它产能过剩 没有地方卖 然后就卖给台湾 当然我不能说这种无人机 这个在场上完全没有效果 它或许 拿来对付像中东 或者是说一些游击队的部队来讲 还是很管用 像缅甸战场上面 用这种来讲的话 它当然有它的一个效果在 可是你要用这种武器 对台湾很难 去对付解放军 我觉得你是痴心做梦想 对为什么 因为解放军渡海做这样 第一个你飞机40公里 40公里台湾海峡 你飞得到吗 这是第一个 你根本就飞不到对岸 你顶多40公里 如果它周波登陆来讲 40公里才是它的这种 周波换乘区 也就是它那时候 还都是大船 你这种船来讲 对它根本就 你这种无人机 对这种军舰 或者登陆艇来讲的话 它那种钢板 你根本打不穿 然后登陆上来之后 其实如果说是未来要 台海真的是发生 这个城镇战来讲的话 你这种大楼来讲 你无限电波就干扰 就影响到了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 这个东西根本不适合台海 不管是在摊头决战 或者是未来进展到 城镇战来讲的话 对我们台湾来讲 都不是一种很适合的武器 战场上面 你在什么地方打仗 你就要发展什么样的武器 你才是正规 你在沙漠里面 你用战车 对不对 你在高山丛林里面 你就要用直升机 那你在这种城镇站 或者是摊头作战 你用这种无人机 我觉得效果是不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来讲的话 纯粹就是帕帕罗 在替这家公司 让它的产能过剩的这些无人机 来卖给台湾 然后将这些库存的东西 变成现金 仅此而已 对啊 所以台湾这边有些 这个1450 或者轻率的媒体 就开始说呢 它战功多强 但是呢 真的在实战当中 有多大的一个效果 而且你对抗的是中国大陆 不是等闲适之的 太阳星全校客废 有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 技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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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